自从COVID-19全球大流行开始之后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卫生机构都得出结论 认为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或微小颗粒在空气中传播 但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一直没有采纳这些结论 不过加拿大广播公司发现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 本周已经修改了其关于COVID-19传播方式的指南 包括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但并未像以前一样发出通知 CBC报道说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更新的文字指出 引起COVID-19的病毒SARS-CoV-2通过感染者咳嗽 打喷嚏 唱歌 喊叫或讲话时 产生的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 从感染者向其他人传播 这些液滴的大小不一 在被感染者附近迅速落在地面的 几分钟或几秒钟内的大滴液 有时候在空气中徘徊的较小的滴液 有时称为气溶胶不等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以前的说法不是这样的 称新冠病毒仅会通过呼吸道飞沫 接触被污染的表面和日常接触传播 包括握手和拥抱等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言人 于周三晚间给CBC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 在大流行期间 我们正在不断审查新证据和研究成果 这些新证据指导我们在抗疫工作中做出反应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让加拿大人了解 最新的科学证据和专家意见 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 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健康 世界顶尖病毒气溶胶传播的专家之一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马尔教授 对此评论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与此前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 仅靠保持距离还不够 通风也很重要 在此之前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先于9月底发布含有错误的指南之后 随即删除 并于10月初更新了其指南 承认COVID-19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今年夏天 在收到来自32个国家的239名科学家 联合公开信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也修改了其准则 并承认空气传播可能导致 某些室内环境疫情爆发 包括合唱团 餐馆和健身房等场所 马尔教授指出 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结论 需要人们采取不止一种办法 而是多样化的措施来保护自己 保持身体距离 戴口罩 通风都有帮助 但只有其中一种就不是完美的 马尔教授说 显然竟采取其中一项措施 无法解决气溶胶传播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将所有的措施结合在一起时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疫情爆发 就在本周二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谭永世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在冬天来了 人们在室内度过的时间更长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大家使用三层布料的非医用口罩 以便更有效地防止病毒传播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内华达州的结果 话题内华达瞬间冲上了美国推特热搜第一 谁没有想到今年的美国大学会有这么多的反转 在摇摆州一直领先的川普 居然在最后时刻被拜登扳回两局 11月4日下午6点 包括美联社CNN等多些媒体都表示 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赢得密西根州 从而使得拜登与川普的票数比达到264比214 目前拜登在内华达州领先 如果顺利拿到该州的6票 将达到270票 将获胜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 川普4日连发两条推特怒怼质疑选票作假 川普推文说道 昨晚我在许多关键州都遥遥领先 而且都是稳扎稳打的领先 然后随着选票的增加 一个接一个 他们开始奇迹般的消失 奇怪了 民意调查专家们彻底的错了 川普还发推抱怨邮寄选票制度 称为什么每次在计算邮寄选票时 他们对百分比的破坏性如此强烈 当然更惨的是 川普在发这条推文后不久 这条推文就被推特公司隐藏了 川普早就表示自己并不接受邮寄选票的方式 认为民主党会在邮寄中途作弊 截止11月4日晚 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在佐加亚州 密西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发起法律挑战 寻求停止这几个州的计票工作 此外 川普竞选团队还表示 将要求对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有报道指出 川普需要为这些计票 自掏腰包支付大约300万美元的费用 而他的竞选团队目前在为未来所需的大笔资金进行筹款 当地时间11月4日晚 美国多个城市均有大量抗议者走上街头 据今日美国报道 费城 纽约 芝加哥等城市均出现抗议及游行活动 有抗议者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 11月3日 当天各州开始陆续开票 目前部分州的选票清点工作仍未完成 类似的游行也在纽约市上演 抗议者举着清点每一张选票的横幅出现在街头 除了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的抗议 还有其他抗议活动也在美国上演 当地时间4日 底特律计票中心外一度爆发混乱 报道称 聚集在计票区外的民众敲打着门窗 高喊着 让我们进来和停止计票 随后警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据报道 有多起游行队伍发生了冲突 另据最新报道 拥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计票情况出现新变化 经过88%选票统计之后 川普继续缩小与拜登的差距 亚利桑那州州务卿表示 还有约40万张选票尚未统计 目前美联社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标注 拜登赢得亚利桑那州选举人票 但CNN纽约时报已将该州选举人票 原先归属为拜登改为代定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迈向尘埃落定之际 关键战场选情依然胶着 仍然有许多悬念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 有可能最终只能有美国最高法院的 9名大法官10名投票裁决 一直被美国司法部门穷追猛打的华为公司 如今对美国政府的多个机构发起正式诉讼 以追使其公布文件 希望能借此揭露 美国对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进行追捕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 华为上周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指美国川普政府阻挠华为根据信息自由法 向联邦调查局 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等16个部门索要相关文件 华为的律师说 有基想表明 美国希望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形式检控 以推进与形式司法公正无关的政策目标 除部门间的文件外 律师还要求公布美国国土安全部司法部 与参与调查或逮捕孟晚舟的加拿大某些机构之间的通信内容 起诉状称 这些通讯往来文件可能会表明起诉华为公司和孟女士的依据 都是不妥当的 起诉状还列举出华为认为孟晚舟被捕的黑幕 包括以此干涉华为在5G无线市场的主导地位 加强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的地位等 对美国政府的诉讼与孟晚舟在加拿大辩护团队的努力 算是双管齐下 孟德律师团指孟晚舟的被捕是由于政治化 而且孟的权利受侵犯 以此让法官宣布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 孟德律师援引美国总统川普的评论 暗示他愿意将孟晚舟用作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筹码 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 很多人在家工作 汽车也跟着主人在家里待着 少有用处 家住密西沙家的华人女子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要求减免保费 结果因为误解少付了77.02元保费 她的保险被取消了 现在如果要重新保险 她要支付原来三倍的价格 保费从每年的1627元 一下子猛升到了4000元 据CTV报道 梁天说因为很少开车 她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要求减免保费 她的座驾是福特Escape 保险公司给她退了190元的保费 但她没有意识到她的保险费率也因此上升了 她在下个月收到保险公司的一封信 信中说为了避免您的保单被取消 请支付77.02元 梁天没有在意 她认为这笔77.02的款项最终会由保险退款自动解决 因此她没有支付这笔钱 也没有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结果下个月她的保单就被取消了 梁天说我收到保险公司一封信 说取消了我的保单这令我很郁闷 更让她郁闷的是 在咨询过几家保险公司之后 她发现她原来每年1627元的保费 一下子猛涨到了每年4000元左右 其他保险公司说 因为她没有按时付保费 而导致保单被取消的不良记录 梁天说 现在她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开车了 因为没有保险 而现在她需要去上班 无奈只好由丈夫开车送她去工作 梁天的汽车保险公司是Economic Economic公司的一位发言人 在回复CTV采访时说 我们明白有些客户未付款项 并非是有意为之 而取消保单可能会影响客户未来的保险费 因此我们的流程包括多次通知提醒客户付款 加拿大保险局的Peter说 保险公司非常重视客户付款的差距 任何错过付款的驾驶员可能被视为高风险个人 无力支付高昂的费用通常向许多保险公司表明 你可能不是一个开车最认真的驾驶员 梁天说 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他说 自己有很好的驾驶记录 仅仅由于错过了支付77.02元保费 被取消保单让他吃惊 加拿大保险局的Peter说 对保险公司来说 按时支付保费与驾驶时 没有事故或罚单一样重调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